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你好 我是尹白云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说明咱俩真的很有缘分 因为这是我制作并上传的第一个视频 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制作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相信已经知道 就是那个类似于Lametric的网红像素式中 利用这个时钟 我们可以显示时间 天气 以及等等其他你想显示的自定义信息 比如纳斯达克指数 比特币的实时价格等等 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 有一个叫做Aptrix 2.0的开源项目 能制作这个时钟 它有比较惊艳的显示效果 以及特别丰富的显示内容 但是有两个我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个是它的整个结构 是用3D打印来完成的 如果你没有3D打印机 就必须要使用第三方的3D打印服务 制作这样的一个外壳 在某宝上基本要200-300的价格 再加上其他的物料 制作这个时钟基本要400-500块钱 相比原版的1000多块钱的价格 似乎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贵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想让它正常工作 必须有一个独立的服务器 对于一般的DIY玩家来讲 搭建一个独立的服务器 已经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是要找一个七成 24小时不停工作的服务器 就是难上加难 这基本上就让大部分的玩家 往而却过 那今天我们就来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 来解决以上的两个问题 先来看一下所需要的核心材料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8×32的柔性点阵屏 这上面的每一个灯都可以独立改变颜色 可而性非常高 另一个核心元件就是这个ESP8266 Wi-Fi模块 灯阵的所有显示效果都是通过 对这个开发板编程实现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5V2A的电源适配器 现在我在面包板上搭建一下基础电路 通电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确定了核心元件 我们来设计一下时钟的外壳 要综合考虑制作成本美观等因素 我决定使用激光切割段木板来制作整体结构 首先我们用5mm厚的段木板来制作整个外壳 为了方便拼装 直接设计成这种止损结构 外框里面设计一个用来固定LED柔性屏的面板 这里使用1.5mm的段木板来制作 为了让LED灯显示的效果是一格一格的 不不影响 我们需要用不透明的格子阵列 把每一个LED灯照起来 在这也使用1.5mm的段木板来制作 设计完成以后 将拼插件排板到300x450的板子上 并导出成DXF文件 就可以在激光切割机上切割了 按照这个规格 我们只需要5mm和1.5mm的板子各一块 这样下来小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和3D打印好几百块钱的价格相比 这个价格也就十分之一左右 而且以我的知难审美看来 美观度也完全没有降低 切割好以后 把拼插件都取下来 如果你直接买切好的板子 很可能你拿到手的已经是取下来以后的了 我们还得把插口和洞洞里 没有用的部分清理干净 这一步需要一点耐心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捅出来 至于拼装就比较容易了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牙口的方向 拼错也不要紧 多试几次就行 我们先把外壳的底部 左右面以及屏幕支撑面 拼装好 把柔性屏放到支撑面上 注意后面的三组线 要从长条孔里穿过去 接着把纵向的格档 一条条安装好 这里要注意格档条的长口要朝上 然后安装横向格档条 先把最下面和最上面的横条插好 因为我们用的是1.5毫米的板子 格档条比较薄 比较软 插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插口对准了 并慢慢插进去 力气太大可能直接就折了 插好后把外壳上面拼好 这里是制作一个壳子最难的一步 要确保每一个插头和插口都对好了 然后一点一点往里插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小锁子 轻轻的敲一敲 最后把剩下的横条插好 这样外壳就制作完成了 现在我们用刚刚搭的测试电路来看看效果 正面我们可以用一块330×90 2毫米厚的深茶色雅克力板盖在上面 这块板子是我在某榜上直接订购的 买了5块 加运费总共30人 盖上去以后我们看到 LED灯的颗粒感非常明显 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格子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格子和雅克力中间 增加一层云光板 这块的规格是320×80 1毫米厚 如果你追求完美也可以在某宝上订购 如果你想省点钱 可以直接拿几张白纸 柴床对应的规格放在里面就行了 放好云光板再把雅克力放上去 效果就好多了 确定好云光板和雅克力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用胶水把它们固定到时钟的正面 好现在这个时钟的外壳 基本上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连接一下它的内部电路 当然我们可以用刚才的 直接的测试电路直接放到它里面去 但这样B格实在有点不太高 而且因为有多帮线的存在 导致它的系统的稳定性会非常差 下面我们一起来设计一个PCB板 把所有的电路都集中到PCB板上 Let's go 那除了ESP8266开发板 以及灯带的连接插座 电源插座 还额外设计了一个时钟系统 用来实时获取时间 而不依赖于网络 另外还设计了两个按钮 方便我们随时切换像素灯的显示内容 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设计出来的PCB板子 制作这块PCB板其实也很简单 你可以把我给你的PCB文件 直接发给工厂打样 而且由于19年价格大战 某大厂打样5片 这样的板子只需要5块钱还包容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 大家可以发邮件给我过去工厂的信息 这张图上显示了每个元件的位置 和具体型号 你可以根据这张图来焊接元件 这里面用到的电容电阻精震 都是没有急性的 也就是说你正着焊 反着焊都是可以的 只有这个DS1307芯片 需要注意方向 在PCB板的白色Sing上 有一个小白点 同样在芯片上 也有一个凹进去的点 这两个点的方向一致就行了 焊接排母的时候 可以先把它们插在ESP8266上 然后再插到PCB板子上 这样比较好焊 最后我们把柔性屏右侧的一组线 通过电烙铁取下来 焊到PCB上 注意一下 要按照从左到右 红绿白的线讯依次焊上去 焊好以后把ESP8266插好 PCB板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用M3的螺丝 把25毫米高的铜柱固定在PCB上 把铜柱的另一头 用螺丝固定在外壳背板上 将背板上的线和柔性屏左边的线插在一起 然后把背板扣好 最后确保失踪 右侧的两个按钮可以正常按压就行了 现在赶紧插好电源来看看效果 现在所有的硬件工作就都已经完成了 只剩下在上面显示正确的信息 那下面的工作都需要编写代码来完成 那我们一起来写下代码吧 代码需要在Agrino IDE这个软件里完成 如果你还没有 就到官网去下载一个 另外我给你的资料里还有开发版的驱动程序 你也需要安装一下 安装完成后 我们来Readme复制下自负串 打开Agrino IDE程序 在菜单栏选择文件 首选项 把刚刚的字符串 按Ctrl加V 复制到这里 完成后 点击好 推出这个界面 再来到工具 开发版开发版管理器里 在上面输入框输入 ESP8266 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后 关闭界面 再来工具管理库界面 在输入框里 依次输入 Neo Matrix RTC Lite Agrino JSON 并找到正确的版本依次安装 到此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我们回到资料里 打开ApePixel Clock 然后在最上面 把你的WiFi名称和密码改一下 准备好代码 在菜单栏 点击工具 开发版 在列表下面选 node mcu1.0 这一行 然后再点击工具 端口 确认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开发版 在这里要怎么确认呢 你要先把ESP8266通过USB线 连到你的电脑上 在这个地方出现新的端口号 就应该是你的开发版了 都确认好以后 点击软件左上角的上传按钮 开始上传代码 当这里显示上传成功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Agrino IDE 看上去步骤比较多 但其实并不复杂 有点耐心 跟着我做就完全没有问题 当你正确的上传了代码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正常的显示时间了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是通过使用芯片读取到的 当你连上了互联网以后 你也可以从网络迟迟迟的更新这个时间 那在右侧呢 有两个按钮 点上面的第一个 就可以切换其他的显示效果 那现在我们只有三个显示效果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YouTube的订阅人数 一个是B站的订阅人数 没有看错 这就是我当前的订阅用户数 并不是一个错过的信息 以上就是项目制作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需要本项目的所有的材料清单 设计文件 项目代码 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简介里头 得到下载的点击 你可以随意去下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请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想跟我做更多有趣的作品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关放我更新的内容 最后如果你对本项目的制作过程 有任何疑问 或者就是单纯的想吐槽一下我的设计 请随时给我留言 我将尽快安排时间给你回复 我是尹白元 一个只做好东西的工科兰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